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民进党的内部民调数字 苏贞昌的满意度 在1月底的时候是43.5% 但是不满意度是47.2% 死亡交叉出现了 为什么这时候会跑出来这么一份 对苏贞昌这么不利的内部民调呢 而且还是民进党的内部民调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难道是有人要卡苏吗 但是更好笑的是 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 民进党又有透过管道 不是民进党正式公布 是又有新闻说 最新的2月份民调 苏贞昌又上扬了 他的满意度又赢过了不满意度 觉得真的好像在看卡通影片 非常的好笑 这个民调公司 应该都想要去跳海了吧 把他们的专业度 通通都已经扫地了 我们来听一下赵绍康的评论 苏院长他是非常强势的 不必是世事都跟人家争辩 世事都跟人家吵架了 眼前最简单的 就蔡英文命令苏贞昌 不要再讲武汉肺炎了 他说我不是歧视 我同意不是歧视 这比歧视更恶劣 更糟糕 十倍百倍的羞辱 跟这个污名化 那苏贞昌不能改吗 蔡英文不能叫他改吗 你这个都做不到 你谈什么两岸之间的和谐呢 好 显然赵康对于苏贞昌死不改口 还是继续讲武汉肺炎 感到非常的愤怒 但苏贞昌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越传呢 这个他跟蔡英文之间的不和 在民进党里头人和很差 然后呢 他的市政满意度又过了死亡交叉 但是他还是闻风不动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苏贞昌的这个满意度风波 其实还蛮好笑 蛮夸张的 那就是因为联合报呢 公布了所谓的民进党的内部民调 有人偷偷的把它偷出来 给了联合报 说他一月份的时候死亡交叉了 大家都不满苏贞昌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2020年 我们来回顾一下 民进党所做的民调呢 在第一季的时候 哇塞你看七成的满意度 多满意啊 那时候蔡英文刚当选 第二季的时候 也有六成的满意度啊 因为呢 因为我们的疫情的关系 疫情当头全国团结 然后呢 再加上我们防疫得当 所以呢 政府的支持度都很高的 但是没有想到呢 到了年底的时候呢 就不这么好过日子了 年底首次出现死亡交叉 其实早在去年的11月 45.8的人满意 但不满意已经高达45.9 首度交叉 可能是败萊猪之四 然后呢 到了12月的时候 更惨了 满意度呢 只剩下39.2 而不满意度 已经飙过了一半 高达了53.2% 因为眼看着元旦 就要开放萊猪了 民怨沸腾啊 好 到了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 这一份民调呢 它的这个 大概是40.9% 但到1月底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公布 1月底的时候呢 这一份就是有趣的民调啦 居然有人呢 拿出来给联合报公布说呢 1月底的民调 苏贞昌死亡交叉 不满意度呢 47.2是超越了满意度 所以在这政治敏感之时啊 适合换隔魁的季节 在这个时候放这个新闻 是不是大家就引起很多揣测啦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民调的内容里头呢 中间选民是有趣的 因为范绿选民 当然通通都满意啊 范兰选民就是非常的不满意 但是中间选民满意的 也只剩三成不满意的 高达46% 只有快一半了 换句话说 中间选民是高度的 对苏贞昌不满意的 那么蔡英文进来租苏贞昌 变成了牺牲者 帮蔡英文背黑锅 背得好吗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把它留下来了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赵绍康就说啦 苏贞昌就做人太强势了啦 每次都要跟人家争辩个不停 要温良工钱 让一点 要向武汉肺炎 人家蔡英文 陈时中都改口了 你还在那边一直拼命讲 实在是非常的不上道 那么陈以信就说 苏贞昌的不满意度 超过满意度 出现死亡交叉 就代表人民已经厌倦 他的这种互利风格了啦 好 那么武子家媒体人就说 这不利苏贞昌的民调 为什么在这时候 诡异的被公布了呢 背后大概就是因为 有人不满苏贞昌 而且是党内哦 民进党做这些民调 这是因为苏贞昌 想选总统 苏贞昌只要民调 维持五成以上 没有人敢碰他啦 但是忽然有人公布一个 苏贞昌不满意度 高达47.2% 而且高过了满意度 就表示后续 会不会有一些政治动作呢 是什么样的动作呢 就大家就开始觉得说 苏贞昌是不是要被动了呢 但最好笑的是我刚刚讲的 马上隔没两天呢 就有人又公布了一个 而且就是我刚刚说的 不是正式的公布 又是有所谓的党内人士透露 这种非常隐晦的 苏贞昌的民调又回升了 所以民进党要苏贞昌民调不好 他就不好 要民调好就好 要他留他就留 要他不留他就不留 好像跟我们老百姓都没有关系 对啊 而且二月还没有过完 民调数字就出来了呢 不过呢 国民党智库国阵基金会 明天要举办 愿景台湾2030的第二场论坛了 以活不起的未来为主题 要邀请江启臣主席和台北市长柯文哲 来一起探讨包括居住正义啦 低薪等等的社会议题 有人说这是蓝白合作的起手势吗 结果柯黑大魔王就立刻提醒国民党说 小心上当 柯市长这种诡计 用骗人的手法 让你骗一遍一遍 让你骗两遍就笑了 他有一阵子 他还要去拉拢郭台铭 要去寄生上流 结果后来被上流放生 其实以柯文哲的脑筋之好之快之坏 其实蓝白合作 在我看是白蓝合作 白会在蓝的前面 那就是北蓝 那就是北蓝 好 蓝白合作真的有谱吗 其实国民党内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还有人说蓝白合作是饮鸩止渴 我们请教一下宏威 因为首当其冲明年台北市长的选举 蓝白很显然应该都会推出 自己鼠疫的人选 这首都之战如果结梁子 如何谈合作呢 而国民党内会不会蓝白还没合 就先打成鱼片 反而是让民进党坐收羽翁之力吗 我要讲一下就是说 冤枉事件本来就是我们台北市议会的 头号的柯黑 那他的话我觉得听听就算了 他当然不希望看到蓝白合作 那明天要举行的这个论坛 他事实上也并不是媒体所讲的 蓝白合作的起手势 因为事实上蓝白有没有合作 已经有合作 我想令文最清楚 在立法院里面 不管是视线案 或者是在一些这个招伟的选举里面 其实现在的民众党跟国民党已经有合作的一个模式 那但是这一次呢 因为这个风声一传出来 那么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那大家最容易就提到就说 哎呀在台北市因为黄珊珊要选台北市长 那很可能到时候是撒卡都 那会影响国民党的选情 那从这个选举来讲的话 那可能不同的候选人 甚至因为我们像特别是议员的这个选区 那民众党已经放话说 比如说像台北市 我每去都会提人 所以每一个如果大家觉得 啊蓝白合作的话 可能不是只有市长会受影响 可能是议员的候选人 自己也会觉得受影响 但是我个人是这样看了 蓝白该不该合作 我认为应该要合作 我刚刚特别提到 在立法院里面的一些合作的模式 那在一些公共政策该不该合作 我想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台湾人民来说的话 会希望在野党能够做到的事 你应该是做一个诚实 而且强而有力的 能够监督制衡执政党的在野党 那所以如果在野党说 我们通通都不可以合作 因为选举的关系 我们都要闭门造居 我们通通都不能够大家伸出手来 我觉得这个其实并不符合台湾人民的期望 所以我觉得所谓的蓝白合作 那未来选举有没有竞争 一定会有竞争 它可能在不同的县市 有合作机会 也有竞争的可能 但是我觉得在公共政策 还有在制衡这个执政党上面 我认为未来还是要有合作的空间 因为如果说蓝白不合 然后蓝白各自竞争 尔虞我诈 互相采来采去 其实最大得力者是谁 一定就是民进党跟执政党 不过台北市最近活动蛮多的 也包括了接下来228 台北市政府和台湾国家联盟 要举办这个228的纪念活动 台北市政府就邀请了前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来演讲 但是人权律师李盛雄说 这对受难者对台湾人来说是一大侮辱 希望马英九知难而退 那么其实过去马英九几乎是每一年都参加228的纪念活动 还曾经被人家吐过口水 被人吐口水 马英九愣了一下 好多人嚷嚷 吐口水的男子立刻被驱离 马英九转身继续分送哀悼的百合花 远远的 我记上还在骂他 我去向家属握手的时候 有人拒绝跟我握 有人用言语对我不礼貌 甚至于还有人把口水吐在我的脸上 但是我都不会介意 因为有一些家属确实是几十年的怨气 每年到这个时候 他就会有一种要发疏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这时候我们更是应该冷静来对待 因为我们要设身处地的为这些家属着想 几十年来的这种伤痛 不是见个悲或者补偿 就可以完全平复 一定还会有一段时间的这种情绪存在 好 其实去年的228活动因为疫情而停败 那么今年台北市政府就邀请了马英九 而台湾国家联盟是邀请了赖清德来出席 不料就传出说 这个叫做国家联盟的执行委员 听说马英九要来很反对 甚至还决定要退出这一场活动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因为蛮奇怪的 马英九他今天不是说第一次去参加 他是几乎每一年都去参加 而且他也不是228事件的加害者 他今年这个活动已经二十年了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到现在还有人要对马英九 有这样子一个举动的话 到底是谁在藉由历史的伤痕 每一年好像让大家觉得说 不想要让这个伤痕抚平呢 我觉得马英九是 其实他应该被赞美了 他有他的缺点 他的问题 也有人为那些问题批评他 我们都没有花奖 但最针对这个所谓228的事件来讲 其实马英九是用心良苦 其实他不需要那么羞辱自己 人家吐你口水 拒绝给你握手 还在那边怒骂你 结果你没你还去 说老实话 像这样的一种精神就是 这个生活很需要的 就是一种包容 包容心 那我觉得别人出来批评他也算了 那李胜雄号称人权力师 人权是这样子玩的吗 这是人权力师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讲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 有些市民的来找我们 我们把228变成个和平纪念日好不好 大家每个党出来一个人来提案好不好 我那时候没有考虑我就签名了 所以228后来改为和平纪念日 你去看他提案里面就有我的名字 我们那怎么想 这个事情的发生给我们无关 但是我们希望做一些事 来弥补这些伤痕 所以当时白色恐怖这个事情 要赔偿的时候 大家在谈判 在立法院院长的后面那个房间 在谈判的时候 法务部部长那些都来 还有谢聪明委员在那里 后来这个劳永奇先生问我说 那你有什么看法 那因为那时候我是总招 我就讲 政府在历史某个时间点 都有可能会犯错 犯错有能力就补偿 来一起就去做补偿的事情 所以也这样子就变成 我临门那一脚是我踢进去了 知道人解释很多这样 那我们都努力去做这样的事 就说希望这伤口能够 因为大家的努力 那可以抑平 可以抚平 伤痕可以 不会富豪如初 那个伤痕看到 他至少不在留学 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他就不要 他就希望伤口继续裂开 继续流血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去想想看 那美国黑人要怎么办 美国黑人在维基尼亚州 我念书的地方的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Linchburg Linch这个字就是私刑 也就是那一棵那些树上 很多的黑人被吊死在那里 他们只想去投票 就被抓来吊死 或是地主都要不能把他吊死 或是他逃亡就把他吊死 那黑人这样子 其实岂不是应该要 好好的算这个账吗 尤其欧巴马 黑人都当个总统了 历史不是这样玩的 人要向前走了 人要走的话 心情会要够大 不像明镜 每次为了选举 到228就来玩他一下 这个没有意义 你懂我意思吗 伟大的心灵 你看看 甘海底的太太 甘海底的被杀死 贾桂林 那天讲了句什么话 那杀他人是欧斯华 欧斯华他就讲说 我们两个人都是受害者 其实我告诉你 228亚白色恐怕 大家都是受害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努力地去做 让伤品 抚平伤品 伤痕的这样一个工作 而不是让扩大这个伤口 让他继续流血 我觉得马上就愿意去 大家欢迎他嘛 除非你希望这个仇恨继续存在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了 放下仇恨 要把眼光放远 继续往前走啊 不过现在各国陆陆续续开始 接种疫苗了 包括像是确诊的人数啦 管制的措施啦 都可以看到 现在开始明显地疏解了 像是先前英国 死亡人口非常的多 但是现在呢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 是1700万人都打过疫苗了 首相强生就宣布 要松绑英格兰第三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封锁行动 我们要请教一下副院长 所以看起来英国人的生活很快要恢复正常了 我想 对 但接下来看起来应该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效果 那台湾什么时候可以出国旅游呢 是的 我想不只在英国啦 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80个国家都已经开打这个疫苗 那现在每周一个礼拜有4700万剂的疫苗 在全世界已经开始在做施打 那所以呢 反映在我们的这个全世界的确诊数字上 我们最近看得到的数字 目前全世界一天24小时确诊的人数 已经从高峰期的78万 降到目前像昨天有29万人确诊 换言之 我们已经看得到全世界的这个疫情的状况 确实是大幅度的在下降的一个趋缓当中 包含以色列在内 他们也先来规定 在以色列你只要打过两剂疫苗 你就有一个绿色的pass 你就可以进出以色列的这个境内的 包含什么健身馆啊 比较人口比较就是会群聚的地方 也都允许了 所以到底我们台湾什么时候能够开始 比较慢慢的能够恢复 就是说正常生活 而且能够开始出国 我认为这个会跟当时我们在去年 逐步的缩紧对各国的旅游禁令一样 一开始的开放一定是逐步的 不会是说全世界180个国家 一开始一开通就全世界一起开通 不会 它会根据我们的风险程度 以及那个国家的疫情状况 逐步去解封 譬如说我在这边就预测 我认为比较有可能解封的第一个国家或地区 可能就是我们的邦交国帛留 为什么 因为帛留目前已经 就是说他们没有 目前是零确诊 第二个 帛留从一月份 全国已经开始在打疫苗了 他们打的是莫德纳的疫苗 就美国人给他们的疫苗 所以帛留现在已经有上千人都打过 施打过这个疫苗 所以如果帛留 他在这个四五月的时候 他全国的人民 一半以上都打完疫苗以后 我们台湾即使到他们国家去旅游 我们安全程度就会提高很多 所以我类似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跟大家讲 就是说以后的解封过程一定是逐步的 从这个风险最低的地方 我们会开始开放 然后慢慢开放 就是说可能这个不会一下就结束 那可能要一段时间 不过外国人也是会看到 到时候台湾人 施打了多少的百分比 才决定要不要解封 让台湾人入境 没错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如果台湾还没有开始打疫苗的话 可能我们进去的时候 你可能就要做PCR的检测 它才会让你入境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